明日之词12次大考 哇 我的天啊 开口段子不能停 孩子上货来一瓶 感谢妈妈贼戏汉 宝宝贼爱河的小葵花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话题叫做人设崩塌 努力了 但是我不行 很残酷啊 就很难啊 第一天就被你们干懵了 没有想到主角会是这样的 赶紧让我走吧 让我去被搞吧 好吗 到江苏提我好死 我如果要突围 我只能说斯文不是我老婆 我的幽默搞笑大王的人设 已经彻底崩塌了 脱口秀大王磅礴 你看今天这个劲儿 我觉得都要很悬 这不是段子 这是人身攻击 都变成吐槽大会了吗 都无所谓 但是你连决赛都没有进 这才叫脱口秀 Rock那是骂鸡 我想问一下Rock就是 你为什么要恨磅礴 你连我都没有打败 骂鸡 这是什么脱口秀 太狠心了 我现在已经出卖灵魂了 对 那么经过刚才非常精彩的表演 和大家的投票之后 我先从前三位开始宣布 愤怒的Rock 还有同样愤怒的庞博 那你觉得你这个能打败庞博吗 我觉得我早就打败他了 我已经看淡这种事了 不知道怎么样和他共存 不知道不了解他还是 我希望导演组对脱口秀的理解再深一点 我不服 导演组我不服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有八场积分赛 每期登场的七位演员经过残酷开发卖选拔而来 由所有入围的脱口秀演员互相投票选出 争夺自己在2019年度中国脱口秀演员排行榜上的位置 积分赛阶段将有180位现场观众为自己喜欢的演员投票 三位领校员也可以为自己喜欢的演员爆灯 如果有演员同时获得三位领校员的爆灯将额外获得20票 只有一位演员可以获得领校团加票 每期特别来宾也有10票加票权 综合所有得票票数第一的演员计为本期爆梗王 爆梗王可以获得7颗星并登上冠军宝座 第二名可以获得6颗星 以此类推但最后一名将一无所获 积分赛赛段后榜单冠军将直接进入总决赛 此外累计拿到三次爆梗王的演员同样可以直接进入总决赛 榜单前期名争夺剩余的决赛席位 进入决赛的选手将有机会开启全球巡演 有请开场嘉宾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感谢 什么 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首先吧 感谢脱口秀大会 栏目组对我的邀请 是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 挣钱不用分账的快乐 本来开场的脱口秀应该是 淡总 他给人说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殊情况 这场有一个专题 名字叫 今天你的人设崩了吗 这是一个疑问句啊 我觉得 李淡不太合适 因为李淡的人设崩了 已经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了 当然了 我也不想说我 因为我的人设根本就崩不了 真的 当然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崩的余地了 但是这层意思 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就有 什么叫人设呀 就是你在别人眼里边的状态 你是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人 对吧 有人说 这人真不错 过两天再一接触 这人怎么这样 这就叫崩了 对吗 我的人设大家都清楚啊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真的 有时候跟粉丝打招呼 你就说 这碰人的粉丝 人干着你 非常热情啊 过来 于老师 抽烟喝酒烫头 你说粉丝跟你打招呼 你要是不回答人家 不礼貌 但是你说这个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有时候 我就还想跟他解释解释 我就说 相声里边的都是编的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你说多可气 听着这事我就生气啊 我要不是手里拿着烟 我早拿酒泼的了 我没有 但是你没辙 这就是我的人设 你说一个男的 我还是一个演员 居然有抽烟喝酒烫头 这三个词 来当我的人设 我的人设还怎么崩塌呀 所以我也奉劝栏目组啊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希望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设 各位 不会崩 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 基础低了以后啊 不是什么坏事 真的 老说 这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我觉得 我这人设不会崩 我抽烟抽得越狠 我人设站得越稳 不是就是抽烟这点事吗 对于我来讲 在人设这不叫事 有的人不成 有人抽烟 上人拍下来了吧 大家都知这事吧 你看这就不行吧 还弄出挺大事来 对吧 但是你要说我 放在我身上抽烟这个事 我说哥们 来我抽烟你拍一个 你肯定说 我拍那玩意干嘛呀 你天天抽烟 我拍着有劲吗 要么你把烟掐了 你拍不抽烟的行不行 前两天我在我的马场 我自己有个马场 大家都知道吧 养很多小动物 我在我的马场餐厅里边 请了一帮朋友吃饭 结果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一边抽烟 朋友拍了视频 传到网上去了 有很多粉丝就开始攻击 就开始骂 举谦 太不道德了 一点功德都没有 公众场所你就抽烟 我给他回应 我说兄弟你看仔细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大点 你这应该他就没话了吗 人还有话 你们家怎么了 你们家你 你也不应该抽烟啊 你抽烟你最起码 对你自己身体也没好处啊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对不对 你不想着自己的身体啊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自己身体啊 你看 听完他这句话 我就很感动 你这些人 他在骂不上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心你 你说这个人 你这多欠打啊 这玩意儿你 喝酒我也不认为 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但是这油饮怎么办 油饮 少喝 我也以前不行 以前就经常喝多了 这现在网上 还有我喝多了 上台的照片 包括视频 都有 好些朋友都看过 后来自从那次以后 我觉得实在是 首先对不起观众 这毛病得改 我就 这个 给自己定了一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喝酒就喝老村长 反正也得说 我就这么愣说 你们打我呀你们 然后 我就感觉 我那句话呀 就 说得有点不太准确 什么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我就 改成 喝酒之后不上台 所以你看我现在 很少上台 这 得了 说的都是闲话 咱们话题 还归到人设方面来 下面 我们有请 九年前新版《红楼梦》里扮演 少年贾宝玉以后 就再也没有扮演过 什么重要角色 我说这怎么让我念呢 感觉这得罪人啊 我这老好人的人 说也就快崩塌了 有请 余晓彤 真好 谢谢余二师 欢迎晓彤 今天是来给女朋友道歉的 是吧 是的 反正对我印象很大 反正这个事情 你们俩关系没事吧 我们俩特别好 那就行 就是有些时候小云都可怜我 少说两句吧 又要上热搜感 芯姐是顾过那个类似的节目的女版是吧 我说女版她是男版 但是我女版是自己 她那是俩人 就是所以她那个话题就是比较容易有那个 你去那个人设崩了吗 我倒不涉及人设 大家就觉得我精神状态有点问题 对 对 就是跟人设没什么关系 就是经常给我留言 劝我去看看心理医生之类的 对 这还好 我们这一期呢 聊人设崩了 为什么让余老师开场 因为余老师就崩不了嘛 其实人设崩不了 为什么 人家第一有真本领 第二人家真性情 对吧 你像这么说真 他就崩不了 好了 我们这一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一位开场的演员 也是很新的一位选手 来自潮汕地区 沙国中 对 说着像上菜一样 是吧 来自潮汕地区 所以开场是比较难的 也是一个新人 希望大家多给他鼓励 他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脱口秀大会 他跟我们余老师呢 有一个同样的爱好 烫头 让我们欢迎低美人 我不是说烫成陈奕迅那样吗 大家好 我是CY 我是这一期要上节目的脱口秀演员 我大学是学中医了 人体经络 穴位挂土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我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所以我现在看着 我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过去 然后现在在做脱口秀嘛 我就买了很多那种喜剧方面的书 其实我平时私底下 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 但是上了台上之后 舞台给我的感觉特别安全 就我可以把自己平时 不敢表达那些情绪什么的 就全部放在台上 其实我没什么期待 技术我就不错了 慢慢来嘛 先从头发开始吧 让我们欢迎低美人 大家好 我是CY 对 我这个头是烫的 我还挺喜欢我这个发型的 你知道吗 但我妈特别讨厌我烫这个头发 但我没想到我就烫个头发 居然会影响我跟我妈之间的母子关系 就现在我跟她站在一起 特别像姐妹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读过大学 我是一个医学生 我是一个成绩挺差的一个医学生 但你知道一说到学医的 其实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 啊 学医的人都很厉害 学医的人都很聪明 你是学医的你 啊 好棒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你知道吗 但我非常喜欢 我还会努力维持自己这种人设 就有时候我朋友生病了 跑过来问我 我根本就不懂 但我都是有问必答的 只要网上查得到 就有一次我朋友不舒服 跑过来问我 我帮他解答了 他又特别激动 他说 哇塞CY 你真不愧是专业的 你说得跟网上一模一样 我的同学也会努力维持自己的人设 但他们是真的在提高自己的医疗技能 他们不断帮病人治病 我就是那个病人 但你要知道 医学生跟医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你知道吗 就如果你生病不舒服了 医生开药给你吃 医生会跟你说吃吧 这些药吃下去就没事了 医学生会跟你说吃吧 嗯 没事 吃不死的 有时候我都甚至不需要生病 他们就会拿我练手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中午我趴在宿舍桌子上睡觉 我睡醒我就突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背上多了几个火罐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被热醒的你知道吗 然后回头还看到我摄友在旁边热火罐 虽然你醒啦 你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然后就跑掉了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 最奇怪的是我明明记得 我睡觉的时候是有穿衣服的 我真的很害怕生病 在他们面前生病 就如果你生病了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你们课上在学那个病 天哪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开心 爬一直对过来帮你看病 就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 那段时间我们刚好在学感冒 我是有看到我一直在那里打喷嚏打喷嚏 他就跑了过来 他说CY 你感冒了 包在我身上 我说不用不用 我喝点热水就好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感冒不敢紧致 等下变成发烧怎么办 我们还没学发烧呢 针灸 我们还要学针灸 天哪 那些人一学针灸都特别兴奋 上课扎自己 下课扎自己 回宿舍两个人对着扎 因为我之前是有鼻炎的 有一次我鼻炎犯了嘛 就一直在那里打喷嚏打喷嚏 然后突然听到背后 传了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 CY 你鼻炎啊 包在我身上 我还没来得去拒绝他 他就在我手上扎了好几针 在我脸上扎了好几针 我觉得自己特别像那种饭后水果 就全身上下都是牙签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但很神奇的是 他把那些针扎上去之后 我的感冒不见了 我的鼻塞不见了 我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全部不见了 我晕过去了 我直接整个人晕了过去 他赶紧把我扶起来 没事CY 第一次针丘都是这样 我说我不是第一次 我是啊 搞到后来 我哪怕在宿舍想打个喷嚏 我不敢单着在那边打 我也偷偷跑到厕所 把门关上 把嘴巴捂起来 然后听到外面开始敲门 CY 你又病了 你赶紧出来我帮你看一下 我说我没病 你有病 CY 你赶紧出来吧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但真就可以啊 你知道我大学最开心的那一天 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天 我都感觉自己不是毕业了 是出院了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 我的同学都很舍不得我 毕竟同学一场嘛 我说没事没事 以后大家有空可以出来聚一聚嘛 都说那也不用 有病的时候可以出来聚一聚 你知道我现在在讲脱口秀 我已经没做医生了 虽然我读了五年的医 很多人经常就问我 你读了五年的医 你不做医生为什么 你不做医生 那你读那五年 不就在浪费生命吗 我说我觉得我这样的人 要是去做医生 才是在浪费生命 浪费别人的生命 我觉得我不做医生 才是对病人最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我是CY 喜欢现在的观众朋友们 3 2 1 请锁票 怎么样 余老师这个发型感觉如何 这个比我这好 嫌脸小 下次介绍个理发店给你 我下次介绍个理发店给你 关键是你真的脸小 但你有没有发现 他表演的过程中 不管扮演的是谁 都是一种声音呢 就是我刚想说 这个宿舍里边 这几年一直住的是一个女生 对对对 一有病了就说你怎么样了 好 好 谢谢CY 回去休息 谢谢CY 卖相还可以吗 你的卖相 艾哥 你在镜头里看不出任何的不对 对 你就是自己多笑了两下 但是除了这个没有区别 你像是被复印在了台上一样 建国觉得我应该多少票呢 你票数不会高的 因为 因为你是开场 因为你是开场 CY就讲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学一就会被 被人不停的那什么 对 小童会 小童我刚才电梯里问 你一米多 一米九几 也不打球什么的 一米九二 我从小是跳芭蕾的 所以 你这也该一段 我从小学舞蹈最烦的就是 陪父母的朋友吃饭 就是考上北五了 真不错 要不那个 让你来这儿跳一段 然后我爸说 你来一段 我说我来不了 然后我爸说 你快点 你快点的 培养你这么多年 对 白培养那完蛋玩儿 我说行 我说我来一段 我说叔叔 我就给你来一段 我在北五上的专业课好不好 他说行 没问题 然后我就站起来 然后我就 然后那个叔叔就说 就这样 你们需要这么多基本功吗 这个可以 就大概那种那种 就很烦 很烦 这我学会了 我这回去我也可以表演八个月了 这个挺好 这个挺好 痛苦的CV 好 我们来看一下CV的投票情况 还可以 可以 可以了 可以吗这个是 可以了 可以吧 第一回来不错 新人第一次上又是开场 所以说明我们的观众还是很仁慈的 我们第二个演员呢 是我们第一期的爆梗王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 恭喜张柏阳成为本次几分赛的爆梗王 你想的最深可能应该是上次得第一的张柏阳吧 很喜欢张柏阳 张柏阳 张柏阳 我觉得她很有趣 很有才 我喜欢她身上的一种反差萌吧 她实在是太搞笑了 我觉得她这两年进步很大 她的变化在上一季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还有一次幸福 我要爱你哦 加油 这种字是咋想的 第二期你就干脆没来 读稿会你都没有参加 第二期我只有500字的稿子 但是那咋讲没有咋讲 然后在家就睡了一天 导演都因为在写稿子 那我就回事 第二期的话题是父母 很多演员的第一个五分钟的段子就是关于他的父母 那我为什么要硬写一些不太行的去跟他们比赛 没有意识 我是能写就写 写不了我也不硬上 心态比较好 张柏阳最近的这个表演状态特别的强 是因为他处于一个放弃的状态 你看他即使在第一期录制的时候 他还就摇摇晃晃晃 他真的就无所谓了 他带着这个状态去演 反而特别的无主 但张柏阳千万不要把他球中去再找回来 找回来张柏阳就完蛋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赛制 就是为了要把大家都逼疯了 但是我就逼疯了 哎 我气死你了 我的得失心变小了 一个脱口的演员 他得失心一旦中 在台上就放松不了 感觉在我现在的人生阶段 不需要特别卯着劲让自己去活 我觉得我要让自己舒服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 嗨 我叫张柏阳 这期主题是你的人设崩了吗 还挺适合我的 哎 你不要看我现在站在台上对吧 好像轻松自如 胸有成主的样子 不是的 其实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人 一个原因就是进入娱乐行业以来 见到了太多的明星 上一季土豆大会录制最后一期 我见到了张艺兴 当时彩排 他就站在我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 跳舞 我不会啊 他跳的时候 散发出来那种自信 就让我越看越觉得 我的天哪 这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 而他身边的我 只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哺乳动物 而且你们看我现在说话挺正常 其实小时候 我有点结巴 本来只有一点点 后来就严重了 有一次开学 新班主任 叫班里的同学挨个站起来 报名 前面都很顺畅 我叫谁谁谁 我叫谁谁谁 我一站起来 哇哇哇哇哇 全班同学 哄堂大笑 整整十分钟 那是我迄今为止 最好笑的一次 真的 可能那就是我喜剧深爱的巅峰 最可气的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 整整一个学期 班里三个人 不叫我名字 一见面 哇哇哇哇哇 其中一个 后来真的结巴了 家里还觉得很奇怪 我家里都好好的怎么结巴了 他永远不会知道 这件事真的给我的自信心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甚至考虑过 去跳那种自信体操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 就那个我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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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 不用鼓掌 我知道 有一点点尴尬 而这就是自信体操的力量 你们知道刚才这段 我在家里对着镜子 跳了至少20遍 跳之前还很犹豫 嗯这个演出来 会不会有点尴尬 跳完立刻不尴尬 要尴尬也是观众尴尬 因为我是真的很不错 跳完觉得好像张艺兴不过如此 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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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来了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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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自信不是我追求的 我追求的自信 我曾经在一些 印度朋友身上见到过 是一种对于自身境遇的 不纠结 当时在英国留学 有一天放学 一个印度同学问我 晚上要不要去party 于是他说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party tonight? 当然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说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party tonight? 你们知道当时我为了忍住 不像你们一样笑出来 有多痛苦吗? 但后来跟这个朋友混熟了 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 其实你们讲话 知不知道自己有口音 他说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不在乎 听完这句话 我对他的情感 立刻从嘲笑变成了佩服 因为我的英语其实挺好的 但真见了外国人 经常不敢说话 我曾经在新西兰一家 很有名的米其林餐厅吃饭 很贵 菜上来之后 我吃了一口 发现特别咸 就问我朋友 你尝尝我这个 是不是延放多了 朋友拿过来吃了一口 确实是 要跟服务员说一声吗 我看了看饭 看了看服务员 凑合吃吧 最可笑的是 后来这个服务员 亲自走过来 挨桌问顾客 对食物满意不满意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问到我们桌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我跟朋友一口通声 Yes 我的英语比较好 还加了句 Very delicious 其实我知道 后面我讲的这些 真实的故事 你们并没有太听进去 我今天的表演 已经很难超越 刚才那段舞蹈了 所以我说讲脱口秀 觉得挺悲哀的 真正想说的话 很少有人在乎 观众印象最深的 永远都只是那些 滑重取宠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真的 不如跳舞 想脱口秀 不如跳舞 至少我的舞跳的 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 接到张苗 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不是 这是一个网上的 真的 余儿师想学 还教一下余儿师 真的很不错 来一个吧 我们跟着你 不不不 别别别 再跳这个气质就改变了 我觉得你是具备这个潜质的 对 这也是我人格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 不管得到多少票 我都会很开心 因为我做到了真正的自己 今天可能点恶心 但是 真的 我很高兴完成这段东西 但我特别理解他这种状态 我是典型的自卑型人格 所以我刚才看你的表演 我感触特别深 因为你会经常的 不自觉的看D 对 就你会从D开始说 说 我说了一段 然后我看大家的反应 如果大家给你特别激烈的回应 你就会越说越好 如果大家给你的反应不好的话 你会看D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有时候主持其实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就觉得吧 不见得说每个人都要特别自信 然后你也不用说说 我不自信就是不好 但是呢 不自信有的时候容易犯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一直在克服的 就是你容易去讨好别人 对 你只要把讨好这个点收回来 其实观众笑与不笑都无所谓 对 我现在就在试着收回这个点 对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隔空机长 看我们俩谁先克服 真的不能讨好别人 因为一讨好就输 一输气场就不对 对 气场一不对什么都不对 嗯 实际上你刚才在舞台上表演 这个说一段 你就有一种松散的这么一种 来我来去走啊 那都是一个不自信的外在表现 实际上你没有问题 我也觉得 这真的真的真的 我看你两场了 是真的真的真的 很不错 哈哈哈哈 谢谢博洋 赶紧下语试吧 谢谢博洋 谢谢 我今天很高兴 我把这一段 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有很多想说的 想演的东西 我做到了 我就很开心 哦 你这真的很不错 管他多少分 很高兴 哈哈哈 真的很好啊 我就是一个特别不自信 你也不自信 你也不自信 但是你也是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柏洋的得票情况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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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技巧型选手 依然是最型 依然是技巧型选手 哇 就余老师的这个手肯 就用这个就演出去了 不用太比了 哎 好羡慕你啊 有三个领校园同事给你按灯 这有什么难的 给你推荐高露杰欧洲进口的直立管牙膏 只要多pump两下 有高露杰为你打扣 林校园下一个派的就是你 带着高露杰放开说 下个暴梗王就是我了 好我们下一期呢 有一对组合 漫才组合 昌书子浩 我们上一场呢也没聊透 就是漫才和相声的区别啊什么的 我们这一场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漫才组合的表演 有请 没事就看多几眼呗 能看几眼就看几眼 知道下次能不能看到这个地方 挺好的这个地方 不错 对 他还好意思 就不要打出来的真尴尬 漫才他们挺可惜的 其实我很意外 因为读稿会他们效果很好 公投第二名的是超书和子浩 但是就是我也觉得这是我们整个 节目应该反复的地方 可能就是那是同行选出来的 我们内部 对上述几号双方台评价都非常高 我们看的演出太多了 来这么一段很清新 但是喜剧不是演给喜剧演员看的 喜剧是演给观众看的 那最后还是观众说的 所以 所以挺好我觉得对他们也是好事 他们几个老行辈 就那几个厉害的演员 对很多东西可能他有过自己的思考 所以才会写出来那些东西 我们现在我觉得就少的就是成年了 所以我希望这次经历这次 可以让我就再成长一点 我们还一定会坚持的 加油 我们这一场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漫才组合的表演 有请 谢谢 谢谢 大家我叫江梓浩 那么 接下来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段 漫才表演的 如果我看过上一期的话 应该都知道 漫才呢是一个 双人的一个表演形式嘛 然后两个人的角色分工也很明确的 一个人是正常人 另外一个是个傻子 所以接下来 有请出我的搭档 昌鼠 你干嘛从那里弹出来啊 你是土婆鼠吗 啊 别搞了 赶紧过来 滑一下 很明确了吧 这个角色分工 那么这一期是聊人设嘛 说真的 我觉得我的人设 早就应该崩的人 你知道吗 昌鼠你也知道 我做偷秀这么久以来 大家一直给我的一个人设就是 帅 你知道吗 就是个花瓶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烦 我感觉自己好像 无论怎么努力 大家就只看到我的外表 你头发好好看哦 看 所以有时候 我真的很后悔 衣服哪里买的呀 所以我真的很后悔 哇 眼睫毛好翘啊 够了 所以我真的很后悔 我在想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的话 我真的想跟以前的自己说 不要做喜剧了 要不进来来演一下吧 让我过个瘾 现在 我就来演现在的我 你去演以前的我 哎 以前的江子浩 你怎么现在才来 说好十八岁来 我都三十岁了 迟到了十几年吗我 迟到请吃饭 迟到请吃饭 你想吃饭想疯了吧你 你演一个三十岁了 我有什么意义啊 演一个早一点之前的我 知道吗 哎 以前的江子浩 你来的太早了 他还没出生呢 还没出生呢 我怎么跟他交流啊 你来的太晚了 他已经 等一下 我穿越回去 他已经睡着了 睡着你这么伤心干嘛 我还以为死了 这样子 我们直接演那个 那个碰面的过程了 可以吗 嗨 你认得我吗 我是未来的你啊 未来的你你好 我是孤独的狼 在QQ上聊了这么久 原来你是个男的啊 你以为这是网友见面吗 未来的你 不是网平来好不好 你还孤独的狼 你恶不恶心啊你 你不觉得见到以后的自己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 啊 你就是以后的我 没错 好想现在就去死啊 我丢你脸是吗 你就是以后的这样子好 没错 有很多以后的问题想问你 你问吧 明天会下雨吗 我特意穿越回来 你就问我 有没有下雨啊 能不能问一点有用的 那我国现在的石油含量 还能用多少年 你还挺关心环保的是吧 放心 起码还能用个十几年吧 我知道了 老师这题选西 为什么突然唱歌回答问题啊 不要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以前是有很用心去做喜剧 我真的有很努力去写东西的 以前的江泽浩 你在干嘛 现在都凌晨四点半了 你整天饭也不吃 叫也不睡 写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 付出肯定有回报的 我要写我要写我要写 不要写了 没有用的 啊 我的情书啊 不是写段子啊 写情书写到凌晨四点半嘛 我哪有这样子的以前 不要写了 没有用的 啊 我刚拖的地 关心地板 那我都把你段子给撕掉了 不要写了 没有用的 啊 都抽筋了 都抽筋了 不是应该伤心吗 不要写了 没有用的 啊 扁桃体发炎 干嘛多人演了个医生 还给他看喉咙 不要再搞这些 我以前真的是写段子的好不好 以前的江泽浩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不要再写这种东西了 写这种东西没有用了 写剧就不适合你 你懂吗 放弃吧 不要啊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要辞职了 不要啊 你看我这么没有人跳楼 死了算了 你倒是拦我啊 行啊 你就这么想做喜剧是吧 那你去啊 继续写你那些破段子啊 你以后就知道后悔了 有道理 我再努力 也不会比昌叔搞笑的 什么意思啊你 我有面试得去一下不说了 蛤 昌叔他也在 算了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搞什么鬼 怎么有本这么好笑的书 什么书 昌叔 你搞这么久就是夸自己是不是 你到底还演不演 我会不演了 喂 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偷偶秀的吗 你不是说你从小就想做偷偶秀的吗 他们都说我做不好的 说我永远只是个花瓶 既然都不合适了 这么努力有什么用啊 放弃吧 别人怎么看你有这么重要吗 你是活给别人看的吗 你在我眼里 你是超级搞笑的好不好 千万别放弃啊 昌叔 你不是说我吗 你说自己的内心图牌 你把光打你 现在啊 当我这里干嘛 哈哈哈 真的好笑 很尴尬的嘛 够了你 这回可以啊 这回得到的三个拍照 他们每次还是用这种 搞笑的形式 还是在阐述一个挺深沉的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对不对 前面我觉得你们两个没有很从容 说说前面我跟小彤有对视一下 我感觉我们两个都没有太听懂 但是后半段特别特别好 我想听听余老师的感受 为什么给灯呢 引起了我一段回忆 我是电视学院学导演的 当时我的毕业大戏 里边就是两个一个死人 一个活人 在不同时空来对话 就是一个双联灯打出来 这个就是死人的那个时空 这个就是活人现在的这个时空 所以刚才我一下就特别 回忆起来了 回忆起来了这个东西 实际这是一种手法 相声里边没有这种手法 它很少 几乎没有 所以我觉得挺好 而且不乏多一些其他的这种手法 再做开拓一点 我不知道脱口秀 我不知道这个漫才里边 有没有其他更多的这个沿用这些的东西 真的不错 最起码能让人看的这个这个 有感触 眼前一亮 新颖 挺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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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总觉得呢 没有 我给他俩的就是期待吧 就是说 以后提到说 中国还有人说漫才 希望大家能想到 常书和子豪 谢谢感慰 谢谢 谢谢 但是说真的已经比上一场 我觉得 对 最起码 最起码普通话比上一场应该好一点了 我不敢说我 你没有练过 他应该好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昌书子豪的得票情况 好 因为三个领校员都拍了灯 所以再加20票 其实就是前半段 你们把前半段调一下就好了 前半段大家好像没太懂你们的点 后面特别好 就是节奏 速度快 速度快了 再加上你们的口音 前面有可能听着太费劲了 对 听不懂了 好 我们下面一个演员呢 他呢已经连续上了三期的 放心啊 没有任何黑幕 都是因为他自身的实力 和大家对他的溺爱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 看看 看 哦 这个是全体的总绑一二期的 郭阳 王健库 哈哈哈 郭阳这一期顶两期啊 所以我不太在乎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 你如果我上了三期之后 还是在第三地字号呢 这个总绑 我就会感太纠缠了 你有这种牛肉片团吗 特别好吃就是你 有点过于二亿了 还吃过包 我也更好神奇啊 郭阳 建国人上三期了 怎么还这么有创造力 每期都能写这样子呢 持续创造能力我没有问题 我是可以 不是在基本线以上吗 大部分的 因为写了太多年了 郭阳是一个天才 最后为王建国 没啥可说的 就对他来说还挺简单的吧 你给建国一天晚上 足够写一份七八十的好 你给他两天的晚上 就能写个九十分一天的导致 我尽量的在每一集里 这七个礼物 然后那一集里 我尽量把这个段子表现的 有一些传播力 然后给一些真东西给观众听 让大家能够喜欢我这段作品 这个对我来说是价值最大的 那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 天看到 那我做的 比方 一直都是价值的 然后那我印象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也能够去 我才能够去看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一般的人生啊 首先我特别特别的口 极致的口 我上大学的时候 几乎就不在饭店买酒喝 因为饭店的酒 比小门店的贵太多了 有一年平安夜 我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烧烤摊 庆祝一下 我就去点了一个烤鸡架 抓了这么大一把烤烤店 免费送的瓜子 然后掏出四瓶自己带的啤酒 这个桌上都摆满了啊 这边是啤酒 鸡架 瓜子 这还有我室友想送给女生 但是人家没要的苹果 满满一桌子 周围人看着都很好奇 说 这个孩子什么家庭背景 平安夜祭祖 我年轻的时候 这种行为不计其数 是吧 去火锅店 自己偷偷带着青菜 没人看着 偷偷掏出来涮 有的时候也被老板发现 但那个时候 我也就练出来了 云淡风情 我说老板 对不起 老板说 小伙子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我们这是自助餐 还有那种连锁的牛肉面馆嘛 大碗牛肉面红烧的上来之后 觉得特别好吃 但是一太贵了 二我觉得一碗根本吃不饱 怎么办呢 上过来我忍着烫 呼噜呼噜吃完一碗 然后掏出一包自己带的方便面来 趁着这个汤没凉啊 我就再泡一碗 吃得很开心 我这边吃 那边服务员看着直乐 我理直气壮啊 我说 怎么的 没见过来饭店吃饭呢 服务员是不是没见过来饭店做饭的 就我今年累月的这些行为 让我获得了无数的绰号 大家都说我是全辽宁最省的人 是吧 江湖人称辽宁省 我年轻的时候不光是抠我的审美还非常扭曲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 审美扭曲以颓废为美 以不友善为酷 我们当时穿的那个破洞牛仔裤 跟你们的都不一样 你们破几个洞装饰一下就完了是吧 我们穿的那个裤子 我的天哪 三条裤子的布料 凑不出一条整裤子来 我当时看这裤子 我就心想这个潮流我一定追得起 都破成这样了能有多贵 一问贼贵 特别生气 听完价格脑子里同时浮现了好几个疑问 不知从何问起 首先这个破裤子为什么这么贵 其次这么贵的裤子怎么破成这样呢 想来想去好像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吧 穿这条裤子的人 他家里有矿 然后他每天亲自去挖 我觉得破洞牛仔裤这个东西 就跟羽绒背心就一样 就你穿上了之后大家都很懵圈 你到底冷是不冷 你是冷是热给句名话是吧 我高中有一个同学 就本身长得已经很壮了一个男生 为了显得自己更加生猛 他就怎么办呢 就在冬天光榜着穿羽绒背心 什么概念呢 就是东北的冬天零下十几度 他光个榜着穿个羽绒背心 给人的感觉就是老子家里就剩这么点羽绒了是吧 先凑个背心护住内脏 实在不行胳膊冻掉了 我就不要了是吧 咱们还说牛仔裤啊 我隔壁班有个哥们 他的那个破洞牛仔裤 我的天哪 支离破碎 再一看以为是一条短裤呢 绕来这边一看 这条腿有腿 这条腿大洞套小洞 感觉这个裤子是拿藕片改的 而且这个裤子不是他买来就这样 他是拿一个知名厂商的牛仔裤 自己改都 其他地方都给撕烂了 就这个地方留了一个对钩的商标 就这样就能知道 别人知道这个裤子很贵 我当时也不知道 很天真 看着他那个对钩的商标 我就想 我的妈呀 怪不得叫Just do it 不是炸死的 根本睡不成这样 是吧 最可怕的是这条破裤子 他有时候冬天也穿 跟那个光榜子穿羽绒 被鞋子互相遇见了 俩人谁也不服谁 你说这要是让我们 辽宁电视台预报天气的人 看着了 他得多伤心 报天气预报的看着 心里肯定会想 我这一天天的辛辛苦苦 预报天气 这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意义 Winter is coming But no one cares 傻 你的反应是对的 这些个潮流 我都追不起 我咋办呢 我最后就发现了一个省钱的潮流 真的太省钱了 留长发 这不就是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吗 我乐乐呵呵的就开始留 我留长发 你们能想象吗 到这儿 刘欢老师都见过吗 就那样 真的 我就大学大一开始留 每天就顶着这个大长头发 我就去网吧 包球打游戏 包球便宜嘛 打了一宿游戏 第二天出来年轻人那个新陈代谢 你是知道的 那个大长发油亮油亮 整条街最亮的窄 是吧 我就从网吧出去 碰巧隔壁网吧 又出来了一个大哥哥 我定金观桥也是长发 但是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大神 已经连包了三宿了 他的那个头发 根本就不能用油来形容 那油黑油黑 一整片大长发 顶上遍布着头皮屑 乍一看以为是老电视 没有信号了呢 我俩走在街上也是谁也不服谁 一阵风吹过 我们觉得 哎终于可以秀一下自己飘逸的长发了 风吹过去 头发纹丝没动 是吧 太油了 根本吹不起来 其实也不是完全起不来 如果风足够大 这个头发是整片起来的 你就感觉吧 那个风就好像来串门的 是走错门了一样 风一来 头发赶紧开门 哎你找谁呀 风说对不起我走错了 头发说 哦那你下回注意一点 哈哈哈哈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 啰哩巴说说了这么多 你们也笑了 但是什么也没记住 没错 这个就是我的人设 所有人都看到了我 却不知道我是谁 谢谢大家 谢谢建国 喜欢建国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还有最后三点 哎一下哎一下 靠玩了 那个哎一下靠玩了 哎一下 谁逗 很久玩 哎一下 傻乎乎的做那个阿腕 你怼观众啊 不太快了 对 再慢一点 是不是气有点气口什么 也都没在地方 地方都对 地方都对 只不过就快 就是频率太快了 对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谐音梗超亮的 如果到辽宁省那里停呢 我觉得还是很好了 对不对 后面那个扎死的对 他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发现我讲这玩上眼的 我不知道为啥 大家可能观众席也听到了一个浑厚的声音 对不对 我们的优秀观众小胖呀大道 是不是 这个看普特大会看得多 应该总能看见的 他经常追星 这是王建国头号粉丝 也是唯一的粉丝 我们哥俩经常联系业务 兄弟你该来了 明天成这场的 不行我忙 好谢谢建国 回去休息 谢谢建国 可以可以可以 什么感觉 场子没问题 场子没问题 但是我的那个 我太累了 我的气 慢了 感觉个别有几个梗 观众没接住 对 那个扎死的是这么一个 扎死的好像没有 是吧 新姐给拍灯啊 新姐为什么拍灯 他段子特别写实 因为我也来自东北嘛 就是我感觉 我跟建国好年纪 应该差不多 所以他讲的那些事 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 我上大时 真的吗 穿破洞牛仔裤啊 对 就是东北小孩都有一种 就是特别想跟冬天 去抗争的那种 不服 跟天气不服输的精神 特别多 冬天是来的 但是就是 对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王建国的得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 王建国的得票情况 谢谢 我的天哪 太意外了 我觉得我还是 说实话我有想过 能不能说拿这么高的票 但是我只是想想 我真的不觉得 能拿这么高的票 一会儿庞博人在讲 我觉得庞博人 还是会比我高的 这几场我觉得 除了第一场 他受一个开场的影响之外 其他的都挺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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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笑了 把自己笑一笑 自己都不信 本节目由酒好不用装的 硬和好酒 老村长酒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一位演员呢 也是第一次登上 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但是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在演员的心中 就是非常厉害 口碑非常好 但可能是之前赛制太紧张 一直没有登上 到了第三期终于来了 压力也比较大 希望大家多给他鼓励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 大家好 我是杨丽 然后希望大家 哎呦 不行 我是杨丽 要记住我 因为我演得好 其实原来的时候 我也做过剪票 在说投球之前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剧院工作 然后就每天 就提醒观众 注意脚下什么的 然后后来是 看了那个吐槽的第一季 然后就知道有脱口秀 就过去讲脱口秀了 然后慢慢地就一直坐下来了 杨丽不是线下一姐吗 李丹不是天天这么说吗 她是很好啊 她在线下的时候 演员们都很喜欢她的 杨丽我极其欣赏 我觉得她的舞台是魅力四射 毕竟第一次穿这么大的舞台 肯定超级紧张 希望不是最后一名 不要很丢脸那种 因为我爸我妈也会看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 你好 我叫杨丽 我今年27岁 然后我来自河北 然后我单身 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 但是没什么 就平时你觉得 没什么很自由 对吧 你就是想干嘛干嘛 干嘛也没人管 然后死了也没人知道 但是你最害怕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 那种逼婚的情况 你知道 就是我妈是那种 很特别的逼婚方式 她会在回家以后 突然吃着吃着饭 停下来开始打量我 然后看了一会儿以后 突然过来拍拍我的头 跟我说杨丽 杨丽 杨湘心你可以的 我第一次觉得 有的时候鼓励的话 比脏话难听多了 而且不光父母 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连我弟都不会放过我 你知道今天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弟突然看着我 一本正经 他说姐 这么多年了 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啊 我说 那你为啥不上清华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何必呢 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就是比上清华还难 第一点最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放低你的标准 就是我作为一个 待生很久的人 我经常绝望地发现 那些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 她们的男朋友 我竟然都看不上 我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你知道吧 就那种 就好比说人家国际一线大品牌 都跳楼大甩卖了 我一个三线普通小品牌 还要逆势涨价 然后对人家要求还很高 还说你不要光看外表 来来来 你了解一下我的创作理念呢 而且我跟你说 一定要放低标准 我跟你说 现在来说 要歌员来的话 谢谢脱口秀演员 我一个也看不上 但现在的话 我觉得除了CY都行 调玩笑的 有点夸张的 CY也行 四个人都行 第二点很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是不管她跟你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都瞪大脸 就问她说 傻意思啊 互联网 傻意思啊 这样很快你知道 你就会不如婚姻的殿堂了 还有一点很难 就是当你们在一起以后 当她深情地 叫你宝宝的时候 你一定要忍住那股恶心 然后就是 我想想 怎么了 叫什么宝宝 大家都是成年人 彼此放尊重一些 不好吗 就是这样的人 等你们年纪大了怎么办 你们能想象 余老师被叫宝宝吗 她老婆一见到她 宝宝 又抽烟呢 真的就是恋爱中 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能展示轻易地自己的 我展示过 结果 单身到现在了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天晚自习 我正在和我喜欢的男生 一起愉快地嬉戏打闹 并且时不时发出一些 引领般的笑声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我就越来越兴奋 我就开始特别大力地 晃动我的身体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意外 就是我发现一股气体 就是从我的肠道里跑了出来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特别低调的气体 它是很高调的 它在出来的同时还要向世界大声地宣布 说我放出来了 我跟你说宣布的声音之大 都盖过了我们引领般的笑声 当时我方圆周围十个人 全都安静了 我当时看着那个男生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的初恋结束了 真的 我真的有很多毛病 就如果我真的做自己的话 比如说谈恋爱 我连节目都上不了 你们知道 我第一次录完节目以后 答案组给我的反馈是啥吗 他跟我说 最好不要在镜头面前挖鼻孔 我当时想说一天了 你们从早拍到晚 谁能保证一天不挖鼻孔 他说除了你都能 你控制一下 这样播出不好 我说你播呗 说不定播出以后 会有观众觉得 这个女的手长得挺好看的 有一种 让人无法忽略的美呢 然后他说 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住 特别想挖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挖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说这个 这个好 这有点太像敬酒了吧 你知道吗 感觉可以说来走一个 那种 就是不好吧 但一下我就理解了艺人 就是当公众人物真的很难 就好像你成为了公众人物 你就有义务 把自己那种又真实 又丑陋的一面 隐藏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他们面临的问题 可能跟我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吧 我的问题就是 我明明想这样 你知道吗 但是我却只能这样 就像有一些 少年偶像组合的成员 你知道吧 他们平时呢 在镜头前 左手右手的 都要慢动作的 放在这边 是吧 但他私下里的时候 其实最想放的是在这儿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有些事情 还是很正常的 人家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 我们就不要挖了 就是都经不起挖 你知道如果说你真的看到他挖笔 不是你真的看到他干嘛了的话 别说是拍到 你居然亲眼见到了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很丢脸 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你就淡淡地 像他女朋友一样 问他一句 宝宝 又抽烟呢 好 谢谢 好 喜欢杨丽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了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看余老师是在讽刺你的那个段落 就拍个灯 不单是因为这个 我想问问 你表演脱口就有多长时间 从开始上台应该有快两年了吧 17年5月底上了台 其实我想说 我又发现了一个女的技巧性选手 她能在她的表演中 强调她的包袱 这种节奏和这种重点的 这个就是重音的突出 包括从表演上强化 给观众这种感觉是技巧 今天的她所得到的效果 少说有60% 是靠这个技巧得来的 我也没看过她太多的作品 不是这种录像的环境 她在舞台上 可能效果要超出今天很多 是的 我可以作证 也没有 也没有 不要再提高他们的预期了 我已经很吃力了 好 谢谢杨丽 谢谢 比想象的好多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可以的 效果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啊 欣姐为啥拍的灯啊 刚才我听她表述 整个一大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现在的女生 其实想的就是这样 我经常都是因为困 我录节目就打哈欠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那一天谁能挺得住 导演说大家都能挺得住 只有你挺不住 所以我就特别有 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 还有她就讲到说 恋爱中的人设 那天我们俩也在聊 说恋爱中你要立人设吗 小童先来回答 我觉得恋爱真的不需要人设 在朋友和在自己最爱的人身上 一定要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就算是在录节目 就算被骂 就算有点过于真实 就是 好 我们看到 你看这个就女艺人 不知道有镜头的时候 看注意 看这个姿态 看这个姿态 马上又回来了 跟她 跟她刚刚讲的段子特别合 除了没玩鼻孔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杨丽的投票情况 厉害 可以 很可以了 还得再加20票 好 再为杨丽加20票 控制 控制 女艺人是不是 心姐交一交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什么样的表现呢 不应该这样吧 最起码 要坐直 然后就是很坐坐地挥手 谢谢大家 但我们这个节目 既然是打破人设 我觉得 刚刚杨丽说的 我觉得也是 大家对女艺人要求有点太 有 但没办法 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从杨丽开始 希望杨丽早日红 我们以后就能看到 女艺人在这个节目上 都是这样的 下面呢 这个选手 我该怎么介绍她呢 她 是上级脱口秀 大会的大王 但是 她已经连续两期遭遇了淘汰 备受期待 压力也非常大 也是在生与死的边缘 让我们邀请大王 恭喜庞博获得了2017年脱口秀大会 大王称号 第一季其实是没什么想法的 比如说农刺啊 或者说是什么 就不太会想的 这一季其实会想 这一次可能真的非常遗憾 入选的是建国 恭喜 还有最后一位 最后为赵小慧 以后每一期都解尽全力了 只知道自己之前那样写 是不行的 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你 怎么写是可以的 我觉得庞博没有选上也挺正常的 真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新人确实在瓜分上来的机会 这就说明这个赛制相对公平 第三场 公投票数最高的第一名的是 有点愤怒的磅礴 你们熟悉的总冠 2019年度脱口秀演员排银行榜 真的不好说 现在很难啊 这个榜 方法上其实没有那么变化 但是创作态度上会有一些改变 就是觉得你应该讲一些 你自己真正相信 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走得更深一些 当时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把它还原出来这样 庞博最擅长的就是后来局上 强势反正 他不得报给你 我一辈子抢不起他 我觉得这期冠军还是他 让我们有请大王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两期没上了 观众朋友们 想死你们啦 但是看到这些被我淘汰的选手 还是很开心啊 哇 挺不错挺不错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是 人设 其实从小我一直都在扮演一个人设 就是一个乖孩子 我从小就听话 老是从来都不愿意辜负别人的期望 不论什么事 不管我自己想不想做 只要别人觉得我能做好 我就一定要做到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初中的时候还去跳过健美操 你说本来我一个初中小男孩 对吧 我正是荷尔蒙跟武力值 迅速提升的年纪 我怎么可能从事健美操 这么娘炮的运动 但是体育老师来班里一看 说你这个小孩 你个高腿长 一看你就是跳健美操的天才是吧 振兴咱们学校健美操就靠你了 赶紧来 没你不行 我当时就热血沸腾 有道理啊 不靠我靠谁呢 对吧 我当时直接扔掉手里的篮球 跟教练说 教练我要跳健美操 有人跳过健美操吗 是不会有人承认的 不会有人承认 跳健美操是有 很专业的服装的 你们知道吗 就不要猜了 没跳过真的不要猜了 就是那种 女生的连体泳衣 你们见过吗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男生穿的是平脚的 所以我初二的时候 我就已经学会了熟练地调整 我的肩带 而且那段时间 为了振兴我们母校的 健美操事业 我每天训练特别刻苦 我这段时间我肩膀上甚至勒出两条印子 我的哥们见到我之后 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简单 话也不说了 直接 然后我只好红着脸跑开 关键 等到比赛那一天 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 别的学校都是穿校服的 其他学校的同学还很诧异 这个学校 都是女生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拿了冠军嘛 全市的健美操比赛冠军 没有什么悬念对吧 练习勤奋 服装专业 何况还有一个健美操天才 但是当时的我 我还没有意识到 拿了这个冠军 就意味着 我已经被定在了历史的荣誉柱上 就因为我们拿了冠军啊 回学校之后 学校还让我们给 学校的篮球队当啦啦队 就是一到暂停啊 中场休息啊什么 我就冲上去 看着那些还没有我高的篮球运动员 他很开心的在那跳 你知道 你知道最诧异的 就是对面的篮球队 他们看到我就 这个人 是他们篮球队一个什么 秘密武器吗 不是 他为什么一直隐藏在啦啦队里 不是 教练 我们要不要就保存一些体力 因为万一他们下半场把这个人换上来 你看他体力很充沛 而且他柔韧性好像很好 所以这件事情 就跳剑比操这件事 一直都困扰着我 一直都困扰着我 跟随了我很多年 就直到今年早一点的时候 我去拜访我们节目的客户 就是我们老孙长酒 然后我们当时就边喝边聊嘛 也很符合他们的企业文化 加上客户的代表 跟我是老乡 所以整个过程我们聊得特别顺畅 但是就这整个过程中啊 他的眼神很复杂 就又好奇 但又好像又看穿了什么 最后我们业务都聊到位了 然后酒也喝到位了 客户跟我说 胖伯 我们老村长酒 讲究的就是真实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要像老村长酒一样 真摘实料地回答我好不好 我说可以啊 你是客户 你不用这样 你直接问就可以了 你不用找这么多理由 真的 他说好 咱俩原来是不是见过 我说我是八中的 咱俩老乡 那咱俩会不会是校友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四中的 我是四中的 你是八中 八中二四的吧 我去你们学校打过一场篮球戴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当时表现特别好 你是那个秘密武器 对不对 然后他问了一个让我特别生气的问题 他说你现在你还坚持那个技能啊 秘密武器 我当时酒一下就醒了 很生气 对吧 我说你 你就算是客户 你也不能问这么直接的问题 咱们 而且咱们今天是为了谈节目的赞助 是一个很正经的商业谈判 你说我 难道我西装衬衣 我里边一拉开 还是我那个专业服务 我穿成那样 我那么有病吗 我怎么可能穿成那样 对不对 你说咱们今天 咱们今天来给脱口球大会谈这个赞助 我穿成这样 我跟你谈有什么意义 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 老村长酒 真材实料 硬核低调 要喝就喝老村长酒 喜剧变了 喜剧变了 不是当年脱口球的 你不知道 两期不见了 很想念大家 有些过激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没人记得我开头说什么了应该 确实就是这样 我一直都是一个乖孩子 听话 老师 不想辜负别人的期待 老师跟我说你能跳剑柄操 我就去跳 大人跟我说你要好好学习 我就考了一个很好的大学 说脱口秀也是 别人都说彭彭你肯定没问题 我也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 他说你把这个logo贴身上肯定没问题 我说啊好吧 但是前两期 一下就给我干懵了 就是前两期我全都被淘汰了 你们可能知道啊 我之前是都游大王欸 这个好笑的人设崩没崩 我其实不知道 但我反正心态已经彻底崩了 前两期被淘汰之后呢 我回到家就洗了把脸 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你懂脱口秀吗 不 你不懂 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 其实人设崩了之后啊 我还挺轻松的 毕竟一直保持人设啊 是一件特别特别累的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 自从我上次拿了冠军之后 我们公司就开始有一个都市传说 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 磅礴接不住的梗 甚至有时候老板在群里 想展现一下幽默 又没有成功的时候 还会专门At我 磅礴出来接一下 我有的时候走到电梯那边 去接了他 发现那里没有人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 过分到什么程度吗 最过分的一个梗是这样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说 如果我们今天发现 有一个人要跳楼 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人跳楼的时候 讲出一个梗 磅礴就能在地面上 稳稳地接住他 就这种破断子 其实我原来根本不好意思讲 但是反正现在无所谓 人设已经崩了对吧 讲破梗特别爽我发现 而且其实人设崩了之后 我发现 有很多之前我不敢做的事 我现在都可以去做了 我现在特别开心 我今天录完节目回去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我的微博上发自拍 我不知道余天老师心里在想 他们在说 哇 什么 就是很多朋友知道 我的微博是从来没有图片的 我发的都是段子 都是那些看似灵光乍现 实际上是我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段子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定要好笑 我是大王啊 我一定要好笑 我从来都不敢发自拍 因为我知道我不像李旦 我的自拍一点都不好笑 我知道 一旦我开始发自拍 我的这些同行都要开始嘀咕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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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创作力枯竭了 他的艺术生命走到尽头了 但是现在我无所谓了 反正人设已经崩了嘛 以后我要尽情地发自拍 想去哪拍就去哪拍 所以我觉得 人设这个东西啊 既然存在 就是用来打破的嘛 因为别人眼中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根本都不重要 就像我现在一样 虽然我已经失去了那个 可以随时随地 都逗人开心的人设 但是我也获得了 可以不用随时随地 都逗人开心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庞博 谢谢庞博 3 2 1 请锁票 看完好感动啊 就是他撕开衣服那一刹那 那一下有什么可感动的 你感动的点 那是感动吗 我看你是心动 不是我觉得 为节目付出太多了 能上一期真的很不容易 不是 但是你不知道 他一般把广告给的都是 客户身上认可的人 然后是重要的人 他才会承担广告植入 这个部分 这有什么不自信的 这有什么人受风格 那我谢谢老三长久 好 这个我从第一期到这来录节目 我就听到这有一个传说啊 叫庞博 大王 一直没见着 今天见着了 对 果然没让我失望 真的 谢谢 他还是具备顶尖水平的 真的 因为他整个的节奏特别好 你知道玩喜剧 语言的这个喜剧形式 玩的就是语言节奏 如果没有语言节奏的话 就大打折扣 那么语言节奏好的话 它中间就能够让你 从从融融的 把你的所有的东西展现出来 包括你的语言魅力 这个东西是一个最大的基础 语言节奏 你具备的这个 谢谢 听到 听到余老师夸 庞博应该很开心 因为庞博是一个 德云男孩 我没有德云男孩 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德云男孩 现在也没有 我们一直叫德云女孩 好 感谢庞博 感谢庞博 大王 厉害 恭喜 出一身大汗 很久没有这么大劲地演过了 终于要进到我这个小电梯里了 这个小电梯很神秘 它一按 它就开了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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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衣服那一下还是吓到我的 因为你脱得特别大 然后你又不停 主要是你吧 又帅 又瘦了 你 我跟你说 你以后没有后空翻 赢不了我 这真是天赋 我一直以为艺术门类 可能天赋得占95% 只有有天赋了 加勤奋 再加上机遇 这才造就一个成功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庞博的得票情况 厉害 厉害 跟国仔是一样的 但是呢 因为三个领校员都拍个灯 还要再给庞博加20票 这一场水平很高 这一场得分 这是目前最高的一次了吧 180多 以前的那种 我想问一个那个专业性的问题 就是从观众角度来看的话 庞博的技巧跟杨丽的技巧的区别在哪里 对这个语言节奏的把握 还是这个 就是杨丽只是强调 它只是幅度上的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 庞博是整个段子的节奏 整个的节奏把握的好 好 我们下面呢还有一个节奏非常好的 也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个演员 他呢因为上一次在这里表现不太好 回去难受了很多很多天 我相信他直到此刻都是难受的 就是你看他的外表是看不出来 他外表是如此的强悍 但内心是如此的崩溃 让我们有请ROCK 第二场透秀大会 最后为赵小慧 我觉得ROCK上一期没选上 他的挫败感很强的 我觉得那是他最近写出的稿子 是最好的一篇 上一期如果不会那么残酷 我这一季可能不会 以这样一种状态和形式来演出 对 我说出来了 你也太猛了 你们以为是最猛的吗 还算放很快 还算放很快 我好狠 今天 你知道我说那句话得罪了多少人吗 四文上去就开始反击我了 很多人都听进去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很难 我肯定不会说这种话呢 好开心啊今天 以前我会更多觉得自己可能是在演出的过程中 比较克制的 不太去表现出太多情绪 现在我会试着慢慢把它放出来 然后去感染观众 去达到一些更好的效果 我现在想的可能就是一件事 就是把这一场演好 让我们有请Rock 大家好 我是Rock 相信你们也看出来了 今天这帮人不只是来聊人设的 也是来崩人设的 是吧 这一个个的 又是跳舞 又是撕衣服 脸啊 算了 还是说我自己 我并不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真的不是健身教练 你知道吗 我只是跟我的朋友合伙开了个健身房 我不当教练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都见过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是那种很有活力的人 对吗 走路胳膊都是架起来 你就感觉 他的胳膊和身体之间夹了一个隐形的翅膀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其实是个能量很低的人 你知道吗 我为了这场演出 我得在家歇一天 而且每天基本上我中午一起床 就已经有点累了 他说 他说你们见过这样的教练吗 你想想怎么上课 你好 练吗 练吗 累了 别练了 没法弄 健身教练其实就是当初他们给我的一个人设 那现在我做了喜剧之后练的越来越少了 每次演出总有人说我 又胖了 脸又大了 我就感觉我的脸是那个刚经历着大爆炸之后的宇宙 在无限的扩张 总有一天会碰到其他的脸 而这脸最怕缺水 缺了水这脸还能要吗 缺了水你这脸就像在台上跳完舞 撕完衣服一样 你这脸还能要吗 请继续一遍 请继续一遍 我听到这句评价之后 我就知道是他形容我 是 你这碰到其他的脸 得多尴尬 幸亏有樱数 透明指酸小白屏滴滴超扑数 有了樱数小白屏 不怕碰到任何脸 你知道其实 其实我一直也希望 自己可以多去健身 是吧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但我的经验就是 如果我做了几天 更好的自己 我就得做几天 更差的自己 知道吗 我得缓一缓 哎呦 更好的自己 太累了 经常就是 如果我规律地运动 一个星期 我就得疯狂地 放纵一个周末 我都等不到周六 周五晚上开始 胡吃海喝 剩下两天就是宿醉 躺在家里 只能干两件事 就是身影和翻身 哎呦 哎呦 你废了 你不想见任何人 不想出门 有时候快递回来 对吧 你就假装不在家 他要给你打电话 你好快递 哎呦 啊 不好意思 我不在家 您放门口吧 我都听见 你在里边说话了 更好的自己 太难了 你们不觉得吗 你们看看庞博 堂堂脱口秀大王 这不也两期落选 对不对 你看这一期 为了上一下 啊 啊 吓不吓人 啊 我都惊了 真的说一说庞博 我对庞博的感情 一直很复杂 知道吗 真的 从第一季 脱口秀大会 他成为大王之后 我就看他很不爽 哈哈哈 因为 我觉得那个大王 应该是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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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这个出来了 出来 这个出来了 这个出来了 喜剧 真的变了 已经变了吗 重新定义 脱口秀的一天 哈哈哈 对 我说出来了 哈哈哈 今天 我就要给你们展示一点 人性的阴暗面 做一个更差的自己 我知道已经没人记得 第一季脱口秀大会了 对吧 前半程的时候 就根本没有磅礴这个人 后半程突然上了两三期 就大王了 哈哈哈 你说我在前面 哭哈哈的腿都断了 哈哈哈哈 有人记得吗 哈哈哈哈 然后我有时候 真的有点恨蓬勃 你知道吗 就是他 太优秀了 你们明白吗 就优秀到不真实 就无论什么时候 这人总是一副 充满正能量 积极乐观的样子 然后就像一个 装了涌动机的健身教练 你知道吗 半夜去敲你的门 你好练吗 我觉得我们工作中 最怕碰到的就是这种人 他吗 就他 哪儿哪儿都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 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垃圾 就优秀地令人发指 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不说 就要跑去完成别人的工作 还建客户 用它建客户吗 哈哈哈 哇 真的用 每一次 每一次当你用到一点难题的时候 知道吗 一瞅莫展 愁眉苦脸的时候 它就会满面冲锋地出现 咧着一张笑脸 露着一口白牙 我来了 朋友们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我们解决一下 然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我用你解决吗 有时候我真的想把他那口牙一个一个敲下来 你们看里面就是 直到前两天 他落选了 这笑容是真的 第二天 我们俩在一起公司讨论下一期的稿子 你知道吗 然后他突然开始跟我抱怨 他开始说 他对这个节目组选拔标准的不理解 他的不满 他的愤怒 他的各种负能量 你知道我当时听那句话 我的感觉是 哇 这么久了 你现在终于知道我的感受了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朋友 接着 他又开始说他的焦虑 你知道吗 他作为大王的压力 他甚至 担心自己以后 还能不能说脱后修 你知道在那一刻 我发现他不那么乐观 那一刻我发现 他原来和我一样 也有一个更差的自己 那一刻甚至他的大白牙 都没有那么刺眼 你知道吗 那一天 庞博在我眼里的人设崩塌了 但也是那一天 他开始在我眼里变得更加真实 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喜欢这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若克 好 好 谢谢若克 喜欢若克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最后三秒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这个角度也太精彩了 你们俩私下关系到底怎么样 很好 私下关系很好 但我真的恨他 对 今天这一 整个这一期的水平 真的都特别高 太高了 尤其真的 这个节目太喜欢了 因为特别适合他 长得就是嫉妒人那个眼 对 不是 那个因为上一期的时候 我对他印象也很深 但是唯一有一个深的 就上次忘了说了 就是有一个 他有一个小毛病 就是他的语气特别低 没有一个舞台感 但是今天他这个段子 太适合他这个风格了 就整个把这个人物 融到他的风格里边去了以后 然后这个小人物的阴暗面 这个把他 人物的阴暗面 完全变成小人物了 发现是定性了 定性了 小人物的阴暗面 是个啥 刻画的相当相当到位 谢谢 谢谢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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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Rock回去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 对 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阴暗面的 唐博有时候是很凡人 但他真的很优秀 对 优秀的凡人 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 就是你内心都会有这样一面 就看你是不是选择把这一面 真实的呈现给大家 就看到他的同时也会想到自己 就知道这是真实的 我们前两天在准备这期的时候 我说庞博你要是真的背后背个老村长 然后站那背对着我 我估计我会哭 然后王建国跟我说 你快哭吧 这个节目只有你还没哭过了 因为这个节目呢 一般做喜剧的 把大家整的都够强 余老师总说什么题材好啊 或者说选择的节目好 但其实我们脱口球员 到这个阶段都是真的 刚刚你看到的一切 全部都是真实的 包括磅礴的那种焦虑 包括Rock的 他们还是热爱这个舞台吧 就是加油 加油 朋友们 好 好 我们这个保留节目 最后的时刻 余晓彤呢 除了作为特别嘉宾 他手里还有十票 他会在这七位里 选择一个人 嫁给他 除此之外 作为人设崩塌的代表 我们还是很期待 看余晓彤 怎么在脱口秀的舞台上 把这个人设拼回来 让我们有请余晓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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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你喜欢奶的呀 绵羊 爸爸是问你喜欢喝什么奶 要喝就喝绵羊奶 绵羊奶 只选来喝 哪里 妈妈 绵羊奶 只选来喝 你喜欢喝绵羊奶 我喝绵羊奶 赋予我成长 绵羊奶直線篮盒 绵羊奶直線篮盒 让我们有请余晓彤 大家好 我叫不紧张 今天大家聊的主题是人设 最近还挺适合我的 我觉得这个主题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节目是因为这个主题找我来的 还是我来了之后设定的这个主题 反正意思都差不多 这个很尴尬 聊起来很尴尬 是因为聊不好人设就又崩了 最近我上了一档节目 你们都知道 给了我一个新的人设 叫暖男 我是发自内心地对我身边的人好 没有刻意地去营造 我也是通过微博上的评论 看到了这个人设暖男 哇 我是暖男了 我谈恋爱了 我高兴了半天 但我还努力地为这个人设去 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网友说 说 啊 于晓彤 你 你 你不靠谱 你跟那个谁赶紧跟他分手 你就是个渣男 你 我不配我们赞扬你 我就赶紧回去看了那些 我那个片段 看了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 哇 原来真的很扎 我很懊恼你知道吗 我就问我自己 我被扎了 我人设被崩了 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前 导演组有给我打过电话 说小童啊 这个为了保护你 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这次的剪辑的方向 可能会对你很不好 我接受了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 我发了一条微博 发完微博之后呢 我就有预感 有很多人会骂我 所以 我就删了微博 不是把微博的内容删了 是把微博的软件删了 就好像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是一样的 就是以为剪掉了信用卡 就不用还钱了 我承认当时 我做得非常不对 我不管因为什么事情 我都不可能 不能够 把车停在路边 就跟女朋友发脾气 对不对 网友批评的 我非常能接受 但是我翻评论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非常冷静的网友 对我说 对大家说 余晓彤是把车停好了之后 在吵的架 她没有危险驾驶 你们只看到她情绪管理上很差 但是 你们没有发现 她的安全意识很强吗 我觉得维持一个完美的人设 真的很难 比如说 我很努力地在做一个暖男 但是很多人就说 她是装的 那我比如在节目里发一次脾气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绝对不是装的 这个她演不出来 你们要再这么说的话 我就要发脾气了 我想说 暖男也是我 那个发脾气的人也是我 其实在恋爱的时候 我是努力地想做一个暖男的 但是 你真的可能有些时候 你会闹一些小矛盾或发脾气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我是这样的 但真正的爱情其实也是这样的 都经不起手机的考验 一次也不行 我知道我这样说 又很多人又说 幼儿童你 你真假呀 你 你现在不就又在设一个 真 所谓这个真实的人设吗 你们有看过《红楼梦》吗 里面 对啊 里面有一句话 特别好 假作真实 真意假呀 你们可以回去看看 看看我 看八七版的也行 我呢 有优点 也有缺点 我的优点 就是我的安全意识很强啊 但是 你放心 以后我也会 努力做好自己 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 对 然后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的内心 真的就是希望 自己做一个 没有人式的艺人 展现出真实的一面 给大家看 你们如果喜欢 我非常开心 如果你们不喜欢 也没关系 不告诉我就行 因为我会 上微博的 谢谢大家 我是小龙 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啊 小龙 从昨天彩排的时候 就一直紧张 首先是嘱咐我们俩 嘴下留情 嘴下留情 不要老说我 然后呢 就说他自己说不好 其实说得非常好 对不对 非常好 大家也都非常好 脱口秀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真诚嘛 我觉得 小龙那件事 做得对与错 我也不说了 但我觉得 他在这个舞台上 是真诚的 我们这些演员 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真诚的 那真诚呢 大家就是 看得到的 所以真诚的人 可能人设 也就不会崩吧 刚刚呢 第七个Rock演完之后 我们没有公布 刚刚的排名 就是稍微保留一下悬念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本场积分赛的排名情况 到目前为止 本场积分赛的排名情况 好刺激啊这一场 这场水平太高 票太高了 这一场真的是我们 这是第三期 对 这个是最高的一场了 那么我们先有请小童行驶 我们特别嘉宾的权利吧 我想加给 这十票二十票 真的很关键的 我想加给张柏洋 啥 他说他加给你 加给我 对 哎呦我天呐 我已经超越了枪数字号 因为他第二个出场 特别打用我 然后他的所有的举止和节奏 特别能让我非常记得住 对 你要跳一下 郭卫阳加上十票 郭卫阳 回家了 但是呢 刚刚在开始说规则的时候 也说了我们每场只有一个演员 可以得到二十票的家票 现在呢在榜上 龚博 杨丽 Rock 仓书 子浩 这四位演员都有二十票的家票 对吧 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人 要商量一下 决定一下这二十票究竟加给谁 今天这个不太好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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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今天真的喜欢Rock的段子 我觉得他的切入点很好 真的跟长相没有关系 我选Rock 这是真的 我只说我的观点啊 而且就这场说我的观点 整体水平太高了 对 而且我认为龚博和Rock 同样的精彩 对 但是 但是 Rock 这个段子非常的细腻 所以我坚定不移地 把我这票给他 我觉得我一整场我不太记得别的 我就只记得一圈老师 对我的评价也挺好的 我就特别开心 但是我很不理解 为什么他最后没有把票给我 就是我自己的眼光 我还是更喜欢Rock的那个表演 他在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 刻画得非常好 可能 也是真实 那么呢 我这一票无关紧要 是吧 因为我们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 但是我还是说一下吧 其实我本来也想加给Rock 刚才说 好 那么经过我们三个人的讨论 决定 最后把这20票 加给Rock 比赛很残酷 但是酒很好喝 老三挡酒 报告王时刻 恭喜Rock 成为本场积分赛的报酬 哇 有请Rock登上我们的冠军宝座 我其实真的很意外 我的演出非常依靠他的演出 他那段一定要非常爆 顶得非常高 我后边还能建立在他这上去说他 才能去对 挤对他 我觉得我的还是高级一点了 因为我的自己是成立的 我只讲我自己的事情 他那个没有我不成立啊 因为Rock 能得到报告王 完全建立在磅礴 表现好的基础上 但是如果磅礴之前垮了 你就会觉得他是个怨妇 你就会觉得他是个怨妇 你觉得他有病 你看不进去 所以这就是舞台嘛 排名最后的昌书子号 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 就突然变成最后了 你们俩怎么突然就最后了 你们将无法获得任何星星 他们的最后一票 所有的机票都会消失 然后呢 还会获得一本脱口秀练习册 回去 也帮不到 因为他们说的是漫才 不该好好讲讲脱口秀的 好 那我们也是三期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19年度 脱口秀演员排行榜 目前的情况 好 恭喜王建国是目前的第一次 让位了 所有的朋友加油 终于海外选演的机会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要走开 后面还有彩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爆肝王 WALK 学三个词是吧 虽然今天庞博偷偷在衣服里穿了 硬有低调硬核的老村长logo的景深衣 但是你说要给服装高大上的老村长酒做广告 我才是真采实量 又散场又剩咱们几个 请天姐对杜海涛说一句心理话 我的天 这不是人心话 摇滚版学猫叫 是您人设崩塌最厉害的一次吗 坚决不会唱 太恶心了 这个很萌的 就别萌了 太萌 我曾经想过要开黑粉见面会 咱俩太像了 他就是为骂你而骂你 我俩都是那么二傻 如何回应你的人设是卖惨 我这还不如你这个呢 你是怎么设计出这么个人设 我以后只上叫的节目 总生活更快乐 本节目由大众每九点饭好 村长酒独家冠名播出 句句都是大智慧 滴滴英术超补水 感谢这小玩意也太补水了的 英术透明智酸小白瓶赞助播出 放开笑 放手做 本节目由地球人都刷刷刷刷刷 爆了的高洁全程嗨笑助攻 大口绵羊奶效果自然来 本节目由吸收好操心少的 蓝和绵羊奶行业赞助播出 开口段子不能停 帮孩子上火来一瓶感谢妈妈贼 喜罕宝宝贼爱喝的小回花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啊哈哈哈哈 这个诸可老夫的贴地上 朋友们来 我们第三期比赛结束了没错 我们来聊一聊嗯 我们呢都预测过啊 这次的选手的排名 看一看大家到底怎么预测的来 再看看若来报个王 哎好 你这个不客观 我第一你就不可能第七 我就说很虚伪 虚伪这没办法 暖心人 我第一期是 就是把自己好像放到了第三还是哪 就被一顿骂你知道吗 我就现在就学乖了放到最后 这晚上上到错片就一回 而且你这把第七移到第一 基本就是今天排名 哈哈哈哈 是吗全对了 好我们接下来按顺序看一看建国的 我这个基本是准的 当然我们也是吸取了那个教训之后 我们都是自己都放在最后 所以就是当你觉得 这次应该的第七是我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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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了 你开场吗 开场确实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那我现在非常好奇 CY是怎么写的 就我觉得出于谦虚考虑吧 哈哈哈哈 哈哈 那我们岂不是有共识 哈哈 哈哈 我其实有一个疑问 只有我把Rock放在了我前面 你们都把我放在了Rock前面 对啊 没什么疑问 没什么疑问呢 你俩不就差一票吗 有什么疑问呢 但你们改变了喜剧 真的改变了 而余老师改变了喜剧人 哈哈 我觉得最改变喜剧的还是余老师 余老师给我 我讲完 咔哒给我一顿夸 然后Rock讲完说 这个小人物阴暗面 然后对我二十秒给让 给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他在气 看他在气 哈哈 大人物的阴暗面 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人设崩了 大家说我已说自己生活中这个人设 咱们说我已说 咱们说我已说啊 这个磅礴说自己傻梗傻梗都能接住 我们这样我们现场抛梗 测试一下他的接梗能力 第一个铺垫啊 来 我走到垃圾桶前突然听见什么 我记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颜色疯了 真的有没有 垃圾不行 突然听见大妈说 你是什么垃圾 这多简单 我只能听见我内心心碎的声音 哈哈哈 那咱们看下一个来 昌书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尖子号 他对着镜子说 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好 这哪好了你接一个我看看 他会说你懂偷偷秀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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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错 哈哈哈哈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镜子的人沉默不宜 哈哈哈哈 第三个 博洋坐在冠军宝座睡着了 突然有人拍醒他对他说 你懂脱 你懂脱不修吗 哈哈哈哈 你这些怎么全是对对人说呀 这格式太单一了 我的天哪 你你翻回第一个 你翻回第一个 你翻回第一个 哎朋友们 哈哈哈哈 见证奇迹的时候 来 突然听见垃圾桶说 你懂我手说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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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职业术语说的 考拜 哈哈哈 对 对 咱们接下来是这个 博洋教跳舞环节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博洋想骂人 来吧 我想对出这个题的导演说 你懂脱不修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今天我看博洋跳 加上上次那个动词动词动词 我发现他节奏感是真好 真的好 对 哎那个你来一遍 我们听听行不行了 动词动词是这么来的 那可以 太干嘛 这样这样 回去看视频 你来一遍你问我 来 你来一遍你问我 我说狗 好 别杀你说暗 你怎么今天細这么多 干 好了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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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果 ok 哈哈哈 不是 这个滚 为什么你要挤过来说 谁也不会说呀 我也可以在这滚啊 不是他这个前套 为什么这么 我还以为这个滚很难呢 我就觉得 而且你们俩 刚才的画面也太 太温馨了 是啊是啊 而且感觉 rock 人欲情故纵 紧贴着滚 那你现在可以跳一个 我是真的真的不懂脱口秀了吗 哈哈哈哈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不懂脱口秀 你上台讲一个辽宁省 哈哈哈哈 来一下 来一下 这个不值得一讲 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来一段呗 我来一段 我给你骂磅礡 我再把磅礡骂一遍 哈哈哈哈 没骂过感觉今天 真的 真的 喜剧变了 喜剧变了 我们抬前幕后发生了很多故事 对 我也很开心 也很有遗憾 让我们在屠丫墙上写下自己的心情 大家上墙吧 上上墙 建国说的对 我不想开场 你可以的 喜剧变了 懂生活更快乐 本节目由大众美酒点饭 老村长久 独家冠名播出 句句都是大事会 滴滴音数超补水 感谢H小玩意儿太补水来的音数透明痴酸小白瓶赞助播出 放开笑放手作 本节目由地情人都刷尸尸杀刷爆了的高禄杰 全程嗨笑助攻 大口绵羊奶 效果自然来 本节目由吸收好操心少的蓝和绵羊奶 行业赞助播出 让我们欢迎郑军 从20岁一直摇滚到个50岁 我妈让雄性不再是雄性 这个好笑 都是脱口秀写手们日益增高的发际姐姐 晚上的时候往那一靠 被这个世界干得服服帖帖的 关键 关键 来看同事讲脱口秀开心吗 好 太狠了 向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量太少了 我让他对我说毛了你知道吗 哇 你看李大都不敢说话 他真真好看了 哎呀 上知乎热榜 参与脱口秀大会热议问答 get追综艺的新姿势 上微博搜索脱口秀大会 边看边聊 为支持的脱口秀演员打call 助力他杰索幕后彩蛋 更多报效互动 等你来玩 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新浪微博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新浪娱乐 知乎 感谢腾讯极光盒子 极光TV 看点 进取部落 QQ乱七块报 百度APP 网易娱乐 网易号 苗东百科 腾讯新闻 腾讯娱乐 感谢合作媒体 星期八media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